將軍路站低密度的屋苑 南銅澳 我們看看南銅澳的正門 南銅澳的屋苑 南銅澳門口有行人路 行人路有單車路 走回將軍路地鐵站大概是1-2個小時 如果不走 門口有小巴站 前面有巴士站 前面走到調景嶺地鐵站 或者坐小巴去地鐵站 調景嶺站也可以 3-2分鐘後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的調景嶺站 離家國 Mabel 王小姐 和大家看看 將軍澳站 低密度 臨海 看到可以拍攝 3房套的單位 這個是南銅澳 這個屋苑 入了火大概2年左右 因為這個單位之前 是主持住的 所以你看到 都很新的企圖 還有一部分的入場傢俬 好 一起來看看這個單位 好 首先入到密密鎖 不用帶鎖匙 接著就有個廚房 廚房你看到 明火煮食 對了 雙洗手盆 這裡也有個工作台 這裡 工作平台 工作平台都看到海景 還有綠油油的中央公園 好 廚房之後 就看看 出去走廊 就看看一個直廳 有光晚的一個直廳 走到出去 也有個電視櫃 接著這個露台 露台你會見到 樂園 還有陽房 這邊有個改景 這邊就是東邊 東南 這個就是正面 這個單位是一個不正面 的海景的單位 那你看回 首先呢 第一間睡房 第一間睡房 第二間 這個就是主人套房 一張大床 哇 朝早起床看到這麼漂亮的海景 一個大衣櫃 方便收納 接著呢 洗手間 就是浴缸設計的 對了 也有窗 方便排走一些濕氣 接著出來 另外還有一間房 這間房間 業主之前也是 做了床 和櫃 方便收納 這個景庫呢 就是這個 又有的中央公園 出回到這間房間之後 就是另外一個洗手間 就是有棋缸的 棋缸又有 浴缸又有 最好的角 也有窗戶 有濕氣 有浴室補 好 出回來 如果大家 對這個單位有興趣 記得聯絡我 Mabel 汪小姐 李嘉角 條餅乾爪